第五十八章 你是我的 一边说着 天地天恒已经升空而起 手持魔神弓严阵以待 论射术 他确实是不如周维青 可是 他的魔神弓品质 却绝不逊色于周维青的 恨帝无环套装中附带的长弓 在他只用来防御周维青冷剑的情况下 周维青的剑矢 想要脱离他的防御范围机会 是不可能的 唐三回以微笑 在我的字典中 从来都没有投降这两个字 想要赢我们 那就来吧 长弓微道 不急 等先帝回来再攻击也来得及 反正消耗的神力 是没有那么容易补充的 不是吗 一边说着 他还想善良之神 和邪恶之神点头致意 唐三道 长弓兄 不知伤势如何 可不要伤到本源啊 不然就算你们赢了 最终你恐怕也无法成为决策者 毕竟 狂神 死神和先帝也同样强大 长弓威哈哈一笑 唐三兄你 这是已经用上了挑拨之法吗 这对我并没有什么效果 不过 说实话 我真的很佩服你 在明显劣势的情况下 能够通过战术来改变战场局势 在这方面 你比我强 唐三摇摇头 话不能这么说 双方情况不一样 战略战术自然也不一样 如果我是你 我也会选择稳扎稳打 毕竟 在实力方面 你们还是有明显优势的 这一点我承认 但优势永远都不代表盛世 你说对吗 长弓威眼中光芒闪烁 好吧 那马上我们就看看 盛世在哪里 光影一闪 先帝从天而降 五大神王再次聚起 海龙鳄狠狠地盯视着周围青 你是我的 周围青 眉毛条了条 我可不喜欢男人 海龙嘴角抽搐了一下 嘴见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周围青哈哈一笑 我从小就这样 不服来战 很好 海龙手中金箍棒一晃 脸色却突然变得肃穆起来 身上的气势明显开始提升 而且提升的速度非常之快 他没有引动神界中枢之力 但隐约之间 众人却能感觉到 他和自己所在的仙界 在彼此呼应 这是仙界完全掌控的预兆 从某种情况下 也意味着 他本人就像是 整个仙界的投影一般 太空之中 秦帝叶阴竹和情绪之神 霍宇浩都已经各自回到本方之中 他们也同样在关注着这场比赛 苏拉和叶阴竹手腕着手 低声问道 阴竹 我们能赢吗 叶阴竹道 现在还不好说 就要看接下来这次碰撞了 唐三的后手就是在大本营之中的冰火魔除熔念兵 但现在还看不出熔念兵的战斗力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从整体实力来看 我们还是有明显优势的 现在就要看看能否将优势转化为盛世 真的很是佩服海神啊 他的计谋真的是层出不穷 而且非常果决 说到这里 他还看了一眼远处同样在太空之中的霍宇浩 毫无疑问 能够达到现在这种状况 霍宇浩也是功不可没的 他掌控全场 并且先后两次对全场进行强控 正是因为有他的存在 唐三才能从容不惧 只是 秦帝有些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唐三会选择用霍宇浩来换自己 从对场面的掌控来看 这位情绪之神似乎还在自己之上 感受到秦帝的目光 霍宇浩抱以微笑 今日一战 又何止是对方敬佩他们 同样的 他们对于六大神王的实力了解之后 又何尝没有敬意 而且 战斗是最能反映一个人心性的 双方从战斗开始到现在 越来越了解对手 了解的不只是实力 还有性格 无论比赛中的情况如何 大家又何尝不是彼此钦佩呢 情绪之神霍宇浩和秦帝叶音竹 都是双方的主控神王 彼此之间虽然没有正面碰撞过 但实际上 他们的交锋却无时无刻都在 从辅助角度来看 毫无疑问霍宇浩会更强一些 他的全方位精神探测共享 提供给了本方更好的掌控 而叶音竹在战场上的核心作用 却更明显一些 秦音千变万化 从多方面来掌控全场 当然 这也是因为 在斗罗神界这边有唐三这个核心的原因 但唐三如果没有霍宇浩的精神探测共享 也不可能在前面的战斗中将战略战术体现的如此淋漓尽致 秦帝心中微动 主动飞向霍宇浩这边 斗罗神界众神下一时地挪动了一下 但很快又松弛下来 秦帝 霍宇浩迎上去 汉首致意 秦帝叶音竹微笑道 真是领教了 情绪之神在神识这个层次上 恐怕已经无人能出其右了 您客气 我只是略有擅长而已 霍宇浩谦虚地说道 叶音竹苦笑道 你只是略有擅长就把我们弄得这么惨 要是很擅长怎么办 不过 我现在特别好奇地想要知道 后面海神还有什么战术安排 现在回想起来 之前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是在海神的掌控之中 恐怕只有善良之神与邪恶之神的那次爆发有些意外吧 霍宇浩看了他一眼 有些犹豫 叶音竹道 我们都已经脱离战场了 应该没什么不能说的了吧 霍宇浩想了想 道 我来自于斗罗大陆 在我们斗罗大陆上有一个职业叫做魂师 魂师可以千变万化 因为大家有着不同的武魂 武魂是我们的力量源泉 就像我的武魂主要就擅长于精神力 所以在这方面 我有一些特长 而我们魂师之中 有一种类型叫做控制系战魂师 以掌控全场 指挥团队为先 叶音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霍宇浩继续道 参加今天切磋的我方神王之中 除了我 还有我岳父也来自于斗罗大陆 他也曾经是控制系战魂师 此言一出 秦帝瞬间就明白过来 不禁为之骇然色变 霍宇浩虽然没有明说 但话语之间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 对方为什么敢于让一个主控神王离场 拼掉他这个主控魂王 原因是对方还有另外一位主控神王的存在啊 我早该想到的 叶音竹不禁有些懊恼 唐三何尝不是控制神王了 几乎全场都在被他牵着鼻子走 哪怕本方一直在进行稳扎稳打的推进 可事实上却依旧被他带了节奏 霍宇浩掌控的是场面 而唐三掌控的却是人心 叶音竹心中暗叹 幸好有意外 如果不是善良之神和邪恶之神的意外大爆发 出现了巨量消耗 恐怕现在的形势就已经不妙了 接下来就要看能否一鼓作气拿下对方了 唐家三少 祝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